哈喽 我是易如 在变动的时局里和我们一起放眼国际 台式新闻的资深编译团队 有多年专业的新闻经历 为您聚焦国际时事 带来最有深度的国际观测和新闻评析 欢迎收听 一起看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一起看世界podcast 我是易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 大家非常喜欢的立德哥 不敢谈 我们还是西文部的资深编译 立德哥上次就是跟我们聊到他的第二故乡 就是英国的李慈 讲到杀人魔的事情 好多回响 结果没想到过了不久 又要再谈英国 又要再谈英国 对啊 而且今天谈的是 我相信也是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 真的很关心的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 其实我们昨天本来是要开这个会前会 就是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 我们通常都会开会前会 结果呢 我们昨天开会前会的时候 突然整间会议室的人都跑光光了 大家都是尖叫的跑出去 说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让我想到了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911时间 那天早上我去上学的时候 我在Colombia 我们整个教室人也都跑光了 对大家都跑出去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昨天在我们的这个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昨天呢 台湾的这个 就是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啦 在我们开会前会的时候 台湾维持了253天的 零确诊本土的记录 就破功了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就要跑出去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第二个大家很care的是 到底有没有人住在天母 还有 没想到 坐在你对面的张立德就是天母人 天哪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张立德你赶快把口罩给我戴好 这样子对不对 我就开始我有恐慌症有法子 我本来就戴着口罩吧 刚才 可是你在跟我讲话说你在喝水 对 然后我就超害怕的 对然后呢 那个立德马上就赶快check 说 因为指挥东西有公布那两天 对不对 一天去逛那个星光三月一天是去逛那个 搜狗嘛 在天母 天母也不会就这两个地方可以逛了 然后立德就说 我那两天都没有去 然后再上班 其实我说真的 因为我下班之后的生活非常的固定 虽然天母有这两间还不错的这个百货公司 但我回家之后 我的囚友可以作证了 因为我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 一个就是回家 另外一个就是泡在球场 那这个球场当然是在星光三月的对面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我至少过去一两个月 我应该没有踏进这两个地方过 那就好那就好 那你的邻居啊 或者是住在附近的亲朋好友都OK吗 你们昨天有没有狂接到电话 大家都问你们还好在好吗这样子 对我觉得昨天这个事件 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就是台湾人还真的蛮大惊小怪的 但是我觉得反而大惊小怪 这个时候变成是一个民族性的优点 因为我们台湾人这么大惊小怪 我觉得才会你知道在防疫上面会有一些表现 这个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在 用很讽刺的口吻在讲 因为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欧美 那我欧美的朋友听到一定会说 一个确诊者出来啪啪噪 So what 他也不过是一个人 那当然现在欧美的病例数当然很多 只是说回头看台湾这个时候 昨天就是一个人出来这样走 然后他接触了多少人 然后我因为住在天母 那我跟我太太昨天 我真的不夸张 一天之内 接到加起来不下20通的这个简讯 然后反正就是亲友 然后就知道因为我住天母 然后就说 你是不是要隔离一下 过年不要来了 耶诞节也不要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耶诞节还是跨年的聚会 不要来了 我们是不是考虑不要再办 你知道吗 就是会有一些 其实我了解他们的担忧 那我觉得这个反映出 台湾民众的小心 有时候是过度小心 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看下来 其实台湾人在这方面 其实反倒变成是一个优点 我觉得 对 你会觉得很受伤吗 还是不会 其实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你知道因为我 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之前 那个产后有一种 我是以恐慌症形式表现 就是我对细菌跟那个病毒 特别的敏感 所以我现在也有 就是我也会很敏感 所以如果说我知道 我的某个朋友 他去了一个很大型的聚会场合 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 那我最近这两个礼拜 先不要跟你碰面 然后我都会很担心说 这样会不会就是让人家不高兴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其实我就会很担心这样子 对那你这样被人家讲 问道说那我们是不是一大人节 就可以先不要见面什么 你会觉得很受伤吗 还是你其实可以体谅大家的心情 因为我觉得我还好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生活方式要改变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不管是亲朋好友 那我自己的话 我是觉得台湾的疫情 一直都控制的蛮不错的 那如果你平常有做好防疫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单一事件 那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那就算爆发这样的单一事件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因为我其实过去一年 已经很少去逛百货 或者是去群聚的地方 所以这个新闻事件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冲击 那我只是想说这个事情 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现在的偷美 对 你看台湾 也不过这个一个本土的病例 这个记录被打破了 大家就已经紧张紧绷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看现在尤其是英国 跟我之前出生长大的德国 欧洲的地方 现在的状况是比台湾 严重到不知道几倍 且刚好又卡在现在是 耶诞节的这个期间 对 昨天立德 他还拿了一张图表来考我 跟我们的制作人东东 对不对 我这个图表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们之后 我们可以po在那个IG上面 也可以考一考我们的听众 你到底认不认得出来 这些曲线图是代表哪些国家 但我可以稍微跟大家描述一下 其实包括了像英国或者是德国 从这个 我们本来以为说 三月的时候很严重 对不对 我那时候超演了三四五 很严重 没有 那个曲线图其实是到了 11月12月是 咻整个像打火箭一样 这样飙上去 你看你可以跟那个听众形容一下 现在英国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巨尺状是不是 像是一条蛇 蛇 它的尾巴有翘起来 在三月的时候的确有上来 对对对 但是其实它最高的地方 是现在蛇的头的地方 就是它越到11月12月反而是 好像一只蛇的头飞起来了 第二波第三波又起来 而且刚好卡到这个耶旦解释 然后德国的曲线也很恐怖 德国也是前面都一直都是平的 就没有想到到了10月11月12月 哇 一直这样飙飙飙飙上去 到时澳洲 澳洲因为现在是夏天 对 它的曲线整个又下去了 对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病毒 真的是在冬天会比较活跃 他们是比较怕热的 OK 哇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那个利德宇的第二故乡 英国吧 英国最近好惨喔 我们最近看到那个 电视新闻上的报道 他们现在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脱欧 可能这个因为现在 第二个还没有谈定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了在这个多佛港 英国的多佛港 好多的这个货柜塞在这边 进不去也出不来 那我就想到 你知道我对多佛 唯一的印象是来自那个电影 就是Donkirk 敦克尔克大撤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的电影吧 然后他是在讲到说 在这个19390 1940年左右 那个时候呢 就是英国有三十几万大军困在法国 然后呢 要撤退也撤不了 因为希特勒的大军已经整个包围了 然后呢 眼看着呢 这个英国的三十几万大军 就要在敦克尔克被歼灭了 就没有想到英国人这个时候呢 就发挥了他们逆境中求生存的那种精神 派出了好几百艘的民用小船 渔船啊 什么船 就趁着这个 那个大雾的时候 就是从多佛港 就是从英国的多佛 就开出来了 哇 前仆后继的奔向这个Donkirk 去把他们的大冰 一艘一艘 每艘船可能三个人 五个人 十个人这样子运耶 就全部把他们抢救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知道说 原来多佛跟Donkirk 这么近哦 对不对 他们大概四十开车 不是他们走英国 那个海底隧道 很快 然后即便是那种船 也其实也是很快的时间就可以到 就可以往返 对 就没有想到就是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不能算是Donkirk 大撤退 但是应该是 近那个之后在 多佛港这个地方 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其实是蛮少见 对 可以说因为之前那个Donkirk 你刚才讲的是二战的背景 对 那其实现在 很容易让人家会觉得是 某一种形式的历史重演 只不过我们现在面对到的敌人 是病毒 是病毒 人类共同的敌人 那现在在英国 大家最担心的新的敌人 不是COVID-19 而是他的一个新的病毒的毒株 其实他有一个名称叫做VUI VUI Variant Under Investigation的缩写 他反正每一个这个病毒 或者是他的毒株 他都会有新的命名 Variant Under Investigation 还在调查中的毒株 所以说他还没有正式给他命名 但是他很确定 这个在英国县中的这个新的毒株 它有很多的特性 是跟原来的新冠病毒是不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假设好了 就是说新冠病毒 或者是大家说武汉病毒 武汉肺炎病毒 从去年12月爆发到现在 其实在武汉发现的那些病毒 跟现在在英国采样到的这些病毒 长得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那其实英国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英国 所以英国的病毒学家 他们做了还蛮透彻的研究 他们至少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发现 第一个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病毒 大家应该现在也听说过专家的讲话 就是说病毒它会突变 它会变异 它是正常的现象 对不对 因为它必须要适应人类群体 那它想要生存下去 但是这一次这个突变的病毒 最让人家担心的就是 它有23个变异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左边跟右边比较 你原来的新冠病毒 跟现在的这个VUI比 它有23个地方可以看到它不同 那其中的几个地方就是说 它这个变异的方式 可能会让这个病毒 它的传染力暴增 那强生还有一些英国专家 引用的数据是70% 就是说比原来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力 高了70% 那这其实听起来很恐怖了 对啊 对 那其实这个23个突变当中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要调查 就是说它到底 是不是对人体的这个伤害会变大 就是说它重症的比率会不会增加 或者是说它对于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疫苗 因为疫苗现在刚才 在英国跟美国都是开打的状态 那如果这个病毒本身 它如果变异的情况 非常的这个剧烈的话 会不会对这个疫苗产生这个对抗性 对那这个其实是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我过去有听过 因为就是COVID-19开始流行之后 就很多的这个生物病理学家就有讲 流行病理学家就讲说 其实这个病毒呢 它会不断的变异 对那其实病毒 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杀死宿主 而是希望能够跟宿主和平共存 因为他们如果把宿主太快杀死 他们自己也活不下去 对所以呢 就是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theory 来推论的话 其实新冠病毒应该是会越变越弱 就是说它 杀伤力比越来越弱 对它的伤伤力应该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强 但是它可能会变得更容易传染 有这样的可能吗 有没有现在有这样的数据 或者是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但是问题是就算它杀伤力不要说变弱好了 就算它杀伤力没有增加 但是如果它传染力变强的话 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医院的病患又会再度爆满 那现在英国跟德国还有美国这些地方 它的医院已经是满的状态 如果传染力再上去的话 那要怎么去应付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是第一层的问题 那疫苗是之后我们再看 是不是能够验证说疫苗到底有没有效 但是第一层的最大的当前的危机就是 医疗体系跟资源的崩溃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让各国政府 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害怕 这这么短时间之内 大家都把这个英国当成这个 就是要赶快禁航断航 然后就是不能跟英国往来 对啊 说难听一点就是变成新版的 这个欧洲的武汉 变成把英国当作是一个超级疫区 然后联合起来封锁它 对这英国人也很不开心啊 我看到他们最近那个报纸都有在骂说 原来你们把我们当欧洲病夫 或什么的对不对 其实英国人也很不满 因为其实英国本身它封了又解封 解封之后又再封 而且伦敦地区大家也知道 就有看到新闻就是说 它从第三级现在还再升了一级 变成第四级 然后现在自己封 然后又被欧陆封 然后美国考虑也要封 现在连我们在讲话的同时 我刚刚进来之前韩国也封 早上的时候俄国也封 所以其实现在全世界的人 对英国非常的害怕 其实台湾昨天不是也是做出了一些 应变措施 不就是减班 所以从英国回来的人 就要到集中所去隔离检疫 这已经是最高规格 就是真的就像是在去年的一月份 对待就是从武汉回来的 这个民众 或者是台商 就是用最严格的方式 来做这个隔离的动作 对 所以代表说真的人类对于这种不了解 或者是未知的病毒真的是很害怕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看到这个世界遭到新冠肺炎的冲击这么的大 大家真的已经再也承受不起 要再来一波 就是天哪 本来好不容易看到这个隧道已经到了尽头 有曙光了 就是有疫苗发明了 没有想到现在再来一波 也不知道这个疫苗到底挡不挡得住 那来讲讲这个疫苗吧 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个辉瑞跟BNT 他们还蛮有信心的 他们说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这个疫苗应该还是挡得住的 而且我们在短短的六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做出疫苗上的修改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防得住的 请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对 我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 那我们可以调整疫苗的配方 对 问题是你调整之后 你要不再配送一次 因为你打了旧的疫苗的人 是不是要再补打 那补打了之后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你打了之后 你是不是可能你不会得 那你会不会有传染力 什么意思 你打了之后你可能不会发病 但是你就是对疫苗的效用 它到底发挥多少 另外就是刚刚讨论到 就是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它到底能够防多久 那现在你刚刚说很多专家都说 它还蛮有把握的 就是说 所以疫苗是可以 不管是莫德纳还是辉瑞 它对这个变种病毒 应该都还是有这个效力 但问题在于 没有人敢打百分之百的这个包票 因为病毒会一直的突变下去 那如果突变到一个速度 就是说疫苗赶不上的话 有一个可能的结局就是说 它要固定的调整 而且每一年 可能每几年或者每一年都要 调整疫苗的配方 然后再重新施打 那这个对于各国群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你要再次配送 再次施打 那如果你一个国家几千万人 那几个国家加起来几十亿人 其实这个对于人类的防疫来说 是很大的挑战 那不就变得像流感疫苗了 因为流感的病毒株 也是每年都在变 所以就变得这个世界卫生处置 每年都要猜 所以今年可能流行哪种 我们的疫苗 就是要针对今年的病毒株 下去做调整 会变成这个状况吗 但问题就是说 大家对于流感 接受度应该还不是太低的 就是说我得流感 当然很严重 但是也许睡几觉吃个药 但是应该没有人会说 我得新冠没有关系吧 就算大家觉得 它会变得像流感一样流行 但是没有人想得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这一点 是 不过我觉得人类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 也只能够去应对了 只能够去因应 当然就是希望 真的是能够有有效的药物 可以发明出来 不然再这样下去 我觉得对人类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磨难 好吧 我们来聊一聊 尤其现在欧洲 碰到了这个新冠肺炎 这么严峻的挑战 那还有就是 现在又在过耶诞节 你得要不要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你小时候 在德国过耶诞节的状况 还有就是英国 你在念书的时候 过耶诞节的状况 然后跟今年 你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还在国外吧 那他们过耶诞节 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这几天都有在跟我的家人 还有朋友 就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真的台湾是一个很欢乐的地方 然后我从德国回来台湾的时候 八岁 我也觉得台湾是一个超欢乐的地方 怎么说呢 怎么说 我在德国 我只能过圣诞节 在德国当然我 有一些中国跟台湾的朋友 我们也会过旧历年 但是毕竟没有放假 毕竟没有那个年位 那我在台湾 我来到台湾我发现 OK我圣诞节可以拿礼物 我过了几个月 又可以拿红包 又可以拿红包 然后还有尾牙 所以台湾人真的很欢乐 因为可以过耶诞节 又可以过农历年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对于德国人 对于英国人来说 耶诞节就是他们的过年 那个是他们一年当中 非常重要 家族跟亲友团聚的时刻 那因为今年的状况 这个团聚的机会 可能就被病毒给夺走了 对 那你看嘛 因为我刚才给你看过这个曲线 就是说德国 他的疫情走势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是总理梅克 你会不会封城 当然封啦 太恐怖了 那我问你 那如果封城之后 民众的反应会是什么 一定会骂啊 他会跟你说 我从三月撑到现在 你让我封城封了大半年 没有工作 不能出门 从不容易到耶诞节 连过年也不让我过 你不让我从 我以前住波王嘛 你不让我从波王到柏林 看我的孙子 我明年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不知道 你不让我从波王到法兰克福 看我的小舅子 小姨子 那我什么时候跟他们相聚啊 你知道是这样一个感觉 对 其实这个状况也是发生在英国 本来英国人满心期待 苦了一整年耶 那个Johnson之前说 好啦 我们有这个三到五天的 烟蛋泡泡 烟蛋泡泡 让大家松一点 就是说那三天 让你稍微放风一下 对对对 结果没有耶 现在完全疯掉了 不是因为看到这个样子 你敢放人吗 对啊 你敢放人吗 其实英国人也很愤怒啊 你知道他们愤怒到说 他们最近其实 他们都很爱戴 他们的王室成员 但是最近他们发现 威廉跟凯特 跟他们的小叔 就是爱德华王子夫妻一家 就是好像有走在一起的照片 哇 就是整个国家 很多人也开始不高兴了 说你们不是说限聚令吗 我们都不能跟家人见面了 他们怎么可以两家人聚在一起 对 但其实在国外 我们看到蛮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不管是名人也好 官员也好 或者是王室成员也好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都有不少的例子 是被拍到 就是说你公然违反社交距离 像那个菅义伟嘛 对不对 日向菅义伟 他之前也跑去吃饭 八个人去吃牛排 结果他们的限聚力也是说 不可以超过五个人 对 所以其实民众心里的那种 剥夺感是很重的 真的是很重 因为时间实在拖太长 对对对 拖太长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讲了很多欧洲的 那我在这个Podcast之前 因为我刚好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跟我海外的这个亲戚联系一下 就是用这个视讯的方式 我在欧洲已经联系不到什么朋友 但是我刚好找到我在美国跟澳洲的亲戚 然后我之前有跟易如谈过 然后易如他在美国 他之前在那边当然有念过书 然后他在美国其实有一些认识的亲友在那边 他们这一年过去其实也经历了不少的这个痛苦 没错 OK 那我先讲我在芝加哥的这个亲戚的这个例子 他是我表姐 对 那他在那边其实也结婚 然后一家四口 两大两小 我跟他视讯已经很久没有 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视讯了 然后呢 我前几天就是跟他聊 因为芝加哥现在疫情还蛮严重的 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伊利诺州 他每天还是增加几千例 够严重了吧 OK 但是在高峰的时候 其实 就大半年的时间其实都还 气氛都还蛮紧绷的 他跟我说到 从三月到现在 九个月 他真正有品质的出门的次数 手指头算得出来 九个月不到十次 就是为了出门而出门的 什么是有品质的出门 就是我要出去玩 或者是要去干嘛 就是说不是为了必要性的采买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在芝加哥现在 很多东西都变成pick up 不管是食物采买也好 或者是餐厅外带也好 无接触服务 就是说你去 你就直接拿了就走 你没有跟任何的人接触 当然就刷卡 他说连小孩子的作业也是这样子 他的女儿在学校说 好我现在要给你新的课本 我要给你新的作业 你不要来 你不要跟我接触 哪一天哪一个时间点 你到学校校门口跟我拿这个 你女儿新的作业跟课本 拿了就回家吧 所以我问他 我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说九个月之内 你没有有品质的出门过 然后没有跟真正的人群有接触 我一天不出门我就快受不了 如果九个月那样子 而且在芝加哥 然后两大两小在一个屋檐下面 其实我觉得 那个对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他们家还有三四层楼 你想想看如果一家四口 然后挤在一层楼里面 然后又封城的状态 那个心理上的压力会很大 心理都会生病 我觉得这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人没有出去舒展筋骨 或者是什么 那真的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欧美很多地方的人 他们到现在已经开始上街抗议 反封城 在我们看来是不太理性的 但是你必须要了解这是人性 真的没有办法 一定会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那个表姐他就说 他听到这个疫苗的问世 在美国开打 他很期待 他想要迫不及待的想要打 可是也没那么快 他们现在第一批是在美国是75岁以上 还有医护人员才能够先有限施打 所以他们肯定是要等到明亮 对其实我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你刚刚讲在史卡古对不对 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是住在加州 然后其实 加州现在是美国最严重 最严重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才听说 就是加州的州政府 拥不膜的去买了好几千个施袋 就是他们已经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的惨 那我先生他之前在大学的好朋友 是他的室友 就是其实他们就说生病 就是这个得到新冠肺炎 你真的是 不是你就算是有钱人 或者你这个社经地位很高 也都没有用了 就过去好像你觉得在美国有钱 就是很吃得开啊 什么都可以有priority 对不对 可是这次已经是完全没有 因为大家完全是慌了手脚 像我先生他的室友 是在旧金山当律师的 他社经地位其实相当不错 然后呢 他们就是在今年的2月3月 就是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们相信他们一家四口 应该就是得了新冠肺炎 但是从来没有去 没有 他们连检测都没有 但是有去要求吗 他们也没有 因为他们有打电话给他们的家庭医生 医生就说那我们也没办法 你就不要来了 哇好 这个答案实在让人好心碎 结果 因为他们就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又是2 3月 结果就是他也不想让其他的好友担心 就都没有讲 就后来是过了好几个月 才跟我老公讲说 你知道吗 我们2 3月的时候超惨的 我们一家四口 就是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 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救援 没有任何的外部协助 没有任何的外部协助 就是一家四口 躺在家里 就是小孩大人全部都发烧 然后很痛苦 然后也没有药啊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这样子耶 那个 只能靠自己的免疫力 就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免疫力 撑过来两个礼拜 然后 可是他们就说你能够想象 就是在那两个礼拜当中 你孤立无援 然后所有的事情 你就只能够订 什么就是外送啊 Uber Eats啊 然后自己就是躺着 根本就好几天完全起不来 然后一直在发烧 就是一整个很惨 然后小孩子又哭闹 因为生病很辛苦 大人都已经病倒了 还要顾小孩 小孩也很小 就是才四五岁这种年纪 所以基本上 那个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说真的是很感慨 就是说 即便不管你是个什么律师 whatever 是都没有用的 病毒前面就是人人平等 而且真的医院已经帮不了你了 就是像你们这种 可以躺在家里 没有什么呼吸困难 那就自己好吧 对那这医院就是已经救不了了 因为医院有太多的病患 是需要用到氧气的 呼吸器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去接受这个塞检 没有 都没有 因为塞了也没用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美国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一千八百万例了 那实际的病例数 绝对不是这样 很多很多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的家人也是 也是得了 行关肺炎都到了 已经是呼吸很困难的地步了 他们才进不了医院 医生就说你来 我给你呼吸器 怕后车窗摇开 丢进去 就是说你自己回去用手打吧 有这么容易就是自己操作 有一种是人工是比较简易的 只是他的 他的另一半还没有到 非常严重 但是是的确呼吸不顺 但这样实在太克难了 对 但是后来幸好也好了 因为他们很年轻 对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是很年轻 然后就猛爆性 就是可能过了四五天就走了 就是在美国有非常多 这样子的利益 那真的很悲惨 因为说这些故事 可能是媒体上面 所没有呈现出来 对 然后像就是 我先生他们有一些 比较年长的长辈跟亲戚 他们现在完全就不敢出门 或者是说 如果要出门的话呢 你就是开车出去兜风 可能连车都不敢下这样子 对 然后可能 唯一能去的地方是Costco 那Costco呢 他们说做得还不错 就是那个 每一辆车 就是疯狂的那个 手推车就一直给你喷消毒 就是喷酒精 一直喷 然后随身也是 带着酒精 就是摸了什么物品 就赶快喷 赶快喷 然后买了就赶快跑回家 对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台裔的人士 他们就当了COVID-19 refugee 就跑回台湾 就是这一年 就是在台湾避难 然后他们有讲到说 他们小孩子的学习 就是他们的学校 其实美国有些学校还蛮贴心的 他们会透过快递 就是寄课本啊 寄教材 就是让他们同步的在线上学习 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个线上学习 真的是 折煞小孩跟家长 真的 真的很痛苦 因为这个模式完全改变过来 以前要在课堂上面上课 现在小小孩 然后跟家人要一起学习 如何在远距的状态之下 对 大家能学习的效果 对 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国 我觉得新冠肺炎 最容易被感染到的人 其实真的很辛苦 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说 这个疫苗要优先的给第一线 第一线不只是医护人员 包括像是外送人员 包括了杂货店的这个工作人员 包括了邮差 包括了很多就是这种 你大众捷运的驾驶 对 因为这些人如果病倒的话 国家没办法运输 对 可是偏偏他们在这么艰困的时候 他们还是咬着牙咬 上战场去工作 所以他们是第一个优先 可以拿到疫苗 像我记得 我在纽约的时候 就是我两年前有去拜访 就是一对夫妻 然后后来他们有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故事 他们就住在纽约上东城 哇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 住在5th Avenue的那个 apartment 住在他们家 他们家就在 甲骨林甘乃滴的故居的旁边 所以你就知道那边是一个 多顶级的社区 定段超好 而且他们进去那种门房的那种 就是那种大陆整个的管理 古色古箱 就是那种1920年代那种 很富丽堂皇的那种设备 哇我就完全好像走进了 时光隧道或者是有点像是 去看了Saxon City 那种纽约第五大刀上流社会的人家 他们那些整栋楼都是这样 然后可是就是 我记得他们有一个保姆 对那保姆人非常好 他是一个墨西哥裔的保姆 一个妈妈 然后他也会做菜 反正就是我们那一阵子 住在他家的时候 他就是对我们也非常的照顾 我们也常常会聊天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 他也得了新冠肺炎 而且他是在通勤的过程 就是他他的家应该是住在 不是在曼哈顿 他每天要搭地铁 就是到曼哈顿 那很容易 那很容易的 对然后他就他就他就得了 得了以后 他也没有办法去医院 他就在家里休养 那他五十几岁 也很辛苦 后来也是好了 这些人好了 你有没有去了解 就是说他们 你的这些朋友 有没有后遗症 我没有去问 但是就是就那个律师朋友 他是觉得还好 对那这个墨西哥妈妈 或许就是之后 我有机会到纽约 在拜访他的时候 可以去问一问他 对 那但是呢 就是我的朋友 就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 所以他在这个 生病休养的期间 他们就是还是 照样付给他薪水 就是他们会觉得 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 就是真的还是 能够的话 还是去多帮助 照顾身边的人 是啊 对对 所以你看如果他 那个月没有薪水 可能对他来讲 这整个家里的生活 就会非常的困难 对这可能是很多美国 这个劳工阶级 或者是中下阶级 他们一些共同的写照 对 就说在疫情之下 对 你不只面对这个 生命的这个危险 你经济上面 也变成了 是一个大的危机 对啊 所以好像其实是 那个墨西哥妈妈 现在又回去上班了 对 所以他算是很幸运的 就是康复了 对 那我再讲一下这个 我有个澳洲的这个亲戚 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 因为其实澳洲 在最近台湾媒体里面 澳洲的情况 其实不多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在 如果我们把澳洲 算西方国家的话 他其实在 对抗新冠疫情上面 还算是相对成功的 那么大一个国家 当然人口跟台湾 差不多 他的人口密度 当然是很低的 但是其实他控制的 相对不错 没想到 在这个耶诞企业前几天 11月底到现在12月初 他们大城雪梨那边 又爆发群聚 我刚才进录音室之前 我又看了一下数据 这一波群聚 90人 很凶猛 对 就是一下子 哇那个 他有个地方叫做 好像叫做 Northern Beaches 它是在雪梨的北郊 好那这个地方 十几人 三十几人 我刚刚一看 已经变90个人 然后我的表妹呢 她在那边当医护 哇第一线的 然后她说那个爆发群聚的疫区 离她家还不远 那我就说 有没有影响到你 第一时间 因为我跟她视讯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措施 她就说 有一些同事是住那个地方的 那显然会影响到她吗 因为她同事如果不能来的话呢 对 那她的排班就会有问题吗 对 那结果没想到 因为他们耶诞节有个计划了 我表妹其实一家两大一小 然后他们本来要开车 去布里斯本 OK 布里斯本离这个雪梨 开车大概八九个小时 就去那边过一个holiday 没想到突然宣布这个封城 那这就去不了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去了 你可以回来 你回来就第一个 阴性证明 第二个 你隔离十四天 你再来上班吧 那她是医护 她先生也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放射师 十四天不能上班 谁受得了 这个经济 还有这个小孩子 所以他们现在我想应该是取消了 打消了这个 去布里斯本的这个计划了 可能会是在那个区域内 就是那个新南威尔斯省 里面玩 那这样你就不用隔离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就是说 本来以为是完全压下 疫情的一个国家 结果在这个雪梨 一小撮的人 现在就变成90例 然后让一个大城市 甚至是一个大的省份 又进入那种紧绷的状态 对 其实你讲到这例子 也会让我想到韩国 韩国不也是这样吗 本来也都维持的还不错 最近又突然整个窜起来 也是让整个国家 也没办法了 只好就是不断的提升警戒 对 然后对照我们的邻国 像是日本 日本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处在一个 怎么讲 不上不下的状况 对 因为他们的国民的 这个生活习惯是好的 对 所以他们的 对 但是毕竟人口多 哪都是多 对 还有加上他们的政府 没有像台湾政府 我觉得啦 在防疫上面 没有像台湾政府这么积极 对 他们好像就是比较 消极一点点 然后就是希望 就是靠大家来配合 这样子 对 那 我觉得这个强制力 可能比较不够 对 所以 日本也是处在一个 就是感觉这个疫情 就是一直在闷烧的状态 对 所以我觉得 像相比较起来 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幸福啊 我只能这样讲 对 但是就像立德你讲的 就是说我们的幸福 也不是凭空掉下来 不是因为我们好运 其实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之前有一位移工 因为他不太清楚 我们的防疫状况 他就是开了门 短短8秒钟 踏出那个隔离的门 就被重罚10万 OK 然后这个事情 其实在台湾 没有人觉得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 你不真的有规定罚10万 那就是应该 是 可是这件事情 到了NHK 或者到了CNN 我就到了美国 他们就会觉得很 很离谱 很离谱 哈 哈什么 你才踏出房门 8秒钟就10万块 但是 我觉得这就是差别 对 我觉得那个社会的 民众的防疫的态度 对 再加上 你们 take it seriously 对 因为毕竟你政府 执行什么样的防疫的措施 真正在做的人 还是人民本身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法国马克宏 或者是德国总理梅克尔 可以宣布封城 当然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封城 但是他说 我封城封锁 大家不要出来 我看新闻 传给我的那个原始代 怎么还是一堆人在街上 对啊 然后社交距离 社交距离 结果伦敦传过来的那个画面 两个人在镜头前面 没有戴口罩 然后现并肩 然后两个人还是不同的 你知道household的 对 那这样就违反过这个社交距离的规定 对对对 所以其实真正在做的还是人民本身 你知道吗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你政府再怎么样铁腕都没有用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台湾过去经历过SARS 那段非常恐怖的事情 大家有一些些关系 还有我觉得跟文化跟教育 我觉得也是 这个养成也有很大关系 像其实这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事件 也让我好好的去思考了 就是台湾的教育啊 跟就是西方教育上面的文化背景上面的一个差异 其实在过去我们一直都会有个迷思哦 就觉得说好像西方的教育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觉得台湾有好多地方要改进啊 或什么的 但是其实包括我自己现在这样帮我儿子 可能要讨论他未来的教育的规划等等 其实我会经过这件事情 我会有一些重新思考哎 我会觉得说其实台湾有很多我们的优点 我们自己过去没有发现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是蛮包容的 我们我们有看到自己的不足 包括说我们过去比较填压式的教育 我们比较不没有这些创意思考的启发 然后最近我们很努力的在补足这块 希望说孩子能够有一些 怎么讲独立思考能力 这种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在这次新冠肺炎当中是有发挥作用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群体的合作 然后我们很习惯就是要为别人着想 我们稍微可以牺牲一点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西方没有的 对于你刚刚讲到独立思考 我现在就有个感觉就是说 外国人太爱独立思考了 其实我不是批评他们 但是你知道吗 像他如果说好疫苗出来了 要不要打 美国第一时间做民调60%的人不打 后来才那个佛契彭斯 川普现在当然说他还有免利益 这些人轮流下来这个信心喊话 那当然这个数字我相信会降下来 你不打你不能出门 那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好台湾其实我觉得接触时追踪做得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国际也承认 但是如果换作是好在疫情初期的欧洲国家 不可能的因为他会说你侵犯人权 没错隐私权 对 你要调出我的监视器 说我去了哪一间拉法业百货 买了什么东西跟谁去 对 你这个侵犯到我的privacy 对而且你还敢查我的手机定位 你凭什么凭哪个法条 但是其实对如果现在的法国现在这样在做 我想也是太晚了 但是我说就算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这样做 其实就是会差很多你知道吗 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台湾的社会有一些亚洲传统文化的优点 然后我们又有去学习西方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次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防疫有什么可以成功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一种多为对方想一想 我们可以稍微牺牲一点点没有关系 有时候台湾人其实没有那么计较你知道吗 什么是算了算了就这样 我自己不方便也没关系啦 就就这样啊就就就大家好就好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以前会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啊 不会自己距离力争或什么 反正有时候这种有一点点包容跟宽容 稍微牺牲一下自己的不方便 没关系啦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防疫上我们可以蛮成功的 是是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珍惜我们台湾的这种防疫的成绩啦 对啊 我们在现在你看耶诞节的前后呢 当然我们可能最近应该这个例子的时候 有一些耶诞节的活动部分会取消 但是你看欧美 它是连聚餐家族聚餐都受到险子 然后阿公阿嬷都不能看孙子 跨年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 然后呢 如果能够的话其实要多关切国外的 如果你有亲友的话呢 也就多关切一下 对我觉得打通电话哦 或者是说这个跟他们视讯一下 像我这个礼拜 我应该会跟我公公视讯 就是因为他在加州嘛 就是这一年也是过得非常辛苦 对我们应该就是视讯一起来过耶诞节 然后我觉得其实耶诞节的精神 他就是一个爱与分享 还有就是互相的这个帮助跟关怀 对所以我就我想跟听众朋友 跟利德分享一下 我昨天晚上就突然去翻了我的书架 看到一本我很喜欢的书 是英国的大文豪Charles Diggins 他在这个19世纪中期写了一本书 就是小说小气才神Christmas Carol 对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哦 就是说有一个 有一位先生叫Scrooge 他非常非常小气 他就是一个吝啬鬼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 这个在欧美国家的小学生 他们是必读的 就我今天就是出门前 我还特别跟我先生确认说 我想问你是Scrooge这个字 听起来好小气哦 到底是Scrooge这个字 本身就是小气呢 还是因为Charles Diggins 把这个人叫做小气鬼 然后呢就让他声名大噪 就像我们现在讲说 我要去Google什么东西 其实Google就代表search 搜寻的意思嘛是这样 然后我老公就说 我们小时候读过这个书 他的Scrooge其实只是他的last name 但是因为他太红了 红到呢现在讲说某人是Mr.Scrooge 就是这个就是个小气鬼这样子 OK好反正呢 这个Mr.Scrooge呢 他是一个小商店的这个老板 他非常的小气哦 就是他非常的吝啬 对他的伙计也很坏啊 然后他也没有朋友啊什么的 甚至人家来 耶诞节来跟他报家音 他还怕赶走耶 因为他觉得说人家是要来跟他要钱的 对然后结果呢 他晚上耶诞节那天 他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就梦到呢 他死去的合伙人叫玛丽 身上就缠着一堆铁链啊 枷锁 非常的痛苦的来找他说 哎老弟啊我跟你讲 你不能再这样小气下去 你要把你的心打开 你看看我生前啊 就是对没分钱资助必较 也不肯去帮助别人 你看我身上 我身上才能直接锁链 就是我把所有的钱啊 都绑在自己身上 账本绑在自己身上 我现在在地狱受苦 那你呀比我更小气啊 你以后就是可能要受的苦 比我更多了 你要赶快的改过向善 他想说啊真的吗 结果这时候突然呢 就耶诞精灵就出现了 让他看了三个画面 一个是他小时候 过去的他 一个是现在的他过耶诞节 一个是未来的他过耶诞节 那想说的他呢 就是在这个 有点像是育幼院长大 然后他的姐姐 其实非常的关心他 可是没有想到呢 他后来对他姐姐 留下来的孩子 侄子非常的恶劣 OK 好之他看到他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 是看到他过去的情人 叫Bella 那Bella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 也一直劝他说 哎你不要 你要多多帮助别人 多多关心别人 你不要对人这么苛刻 结果他也不听 后来Bella就离他而去了 就嫁了一个好先生 一家就过着 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后第三个故事 他就看到他自己 就是这个 他的他的伙计 他的伙计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但是他都是给他 很烂的薪水 然后又白斑的去虐待他 挑剔他这样子 就没有想到他看到说 他们一家人 在过耶旦节的时候 居然还在为这个 Mr.Scrooge祷告 就说他虽然对我们 对我很不好 但是呢 我们真的还是要为他祷告 因为他至少 也给了我一份工作 让我可以维持 我们家基本的温饱 哇 那看完以后呢 他就这个善然泪霞 就觉得决心 要向善改过 因为他最后一个故事 是看到他自己 过的一个悲惨的耶旦节 就是一个老人 孤苦无疑都没有人关心 他最后自己就是悲惨的死去 这样子 他就觉得 我不可以再这样了 所以他后来 就去关心了他的侄子 然后送给了他的 伙计的孩子 最梦想的耶旦大餐 就是伙计 然后呢 他也去帮助了很多人 OK 那这个故事 最后就有皆大欢喜 但是因为Charles Dickens 他非常的喜欢这个故事 听说光是他本人呢 就公开朗诵了一百多次 然后英国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 本来没有那么热衷过耶旦节 对 结果也是因为了这个 Charles Dickens的这个小说 就是让大家开始觉得说 耶旦节其实是很有趣的 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了这个 要庆祝耶旦节的习惯 而且大家 这个小说 我觉得最重要 Charles Dickens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不管自己是有钱还是没钱 我们在耶旦节的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钱只是一种不足的形式 包括你对人的关心 对人的爱 其实也是一种丰盛的表现啊 你也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所谓的Christmas Spirit 应该是去 多多的去把你的爱跟别人分享 特别是今年的耶旦节 对 新冠的 没错 对 对 很不一样 没错 对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 建议我们的听众哦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 可能有些朋友啊 亲朋好友是在国外 现在也是非常辛苦的在过耶旦节 就打个电话给他们 跟他们视讯一下 给他们一些关怀 对 我觉得大家应该收到这样子的温暖 就是应该都会很感动的 嗯 好啊 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利德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国外 今年呢 这个在疫情肆虐下的耶旦节 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想要把这样的温暖跟大家分享哦 就是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有一个充满爱 然后就是很包容 然后很温暖的耶旦节 当然最后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台湾出现了一个本土案例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防疫做好做满 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享受现在的平静的好日子 对 OK好 那如果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feedback啊 就是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我们的IG上面留言 那我们的这个新年哦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surprise要给大家哦 就是我们会跟另外一个平台 粉专平台叫storystudio合作 那我们的这个我们会举办一个故事趴 来分享新年的故事 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 在这些很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当中呢 来陪大家一起来迎接新年 所以请大家下个礼拜要继续的准时收听哦 OK拜拜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